这下都是你教的 妈 您成天骂我都嫌累 来来来 看看孙子吧 妈 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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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看 你老婆别寡相 看她那个妈长得一模一样的 不看不看 侯家没这样的孩子啊 有一点浮相都没有看 看咱们如意 笑 妈 这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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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四平让你给孩子起个名呢 不起 我不起 你看 妈 这都是您的孙子 给起一个 是啊 是我的孙子 可是啊 我这孙子里头也得 有敌出或数出之分呢 你那个跟我这三个 没法比啊 瞧您这话说的 妈 是什么 这我这错 你说你 不能归孩子身上 真哪有您这当奶奶的 我怎么当奶奶啊 我怎么当奶奶 还用你来教我妈 行行行 妈 那就叫云灿吧 跟他们哥俩顺起来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 奶奶奶 有有有 奶奶奶 有有有 笑奶奶回来了 有有有 是吗 不秀 妈 我请我喊您过来 今天呢 李志鲁 季月峰 坐下来一块儿吃个饭 来 看看 妈 我在棺材上已经吃过了 看看 看看 看没看见你这哭啊 妈 我抱着一回屋了 不哭你了 不哭 我妈不哭啊 那也是我的闺女 就因为是你 你这一家人 七零八三呢 把子萍叫上来吧 越说越过分 子萍她不是做月子的吗 让她做她的月子 给你接风都是多余的 凑什么热闹啊 吃饭 吃饭 过去坐好 吃饭 妈 为什么爸不进咱屋 要去二妈屋啊 云峰 天不早了 赶紧脱衣服上床睡觉啊 为什么呀 等你长大了 你自然就知道了 快点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快了 见风就长了 姐姐 我们又来看你了 看 云朗 已经长大了 记得当初 你把孩子交给我的时候 就好像是昨天的事情 可是一转眼 孩子已经长大了 你看 现在云朗长得多有出息 不敢 按照妈和我的意思 他是侯门的长子 按理说呢 应该接管侯家的产业 可是 他愿意随他爸 愿意去参军 儿大不由娘了 他有大志向 我们也不能拦着 他就要去云南讲武堂学习了 等他回来 他再来看你 放心吧 他一定会有出息的 比他爸更有出息 你 我要去当兵了 您放心 我能吃苦 不怕受累 当了兵之后 不会给您丢脸的 妈 慢您听 肯定是我妈听见了 你妈她肯定能听得见 云朗啊 记住刚才你对你妈说的话 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让你妈 替你感到骄傲才是 妈 我这次走 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你 我小的时候答应过你 等我长大了 一定帮着你 保护你 可我现在要去当兵了 放心吧 妈这个人很强的 不需要别人保护 再说了 不是还有云峰吗 你的前程要紧 放心去吧 来 谢谢 谢谢 小心就行 来 把腿加紧 把腿加紧 你看看你爸和您的 这爷俩是越来越多 好疯了啊 小心 好疯了啊 小心就行 来 把腿加紧 把腿加紧 这么大姑娘骑在你爸背上 起来 快下来 骑在你爸背上 一点规矩都没有 这 这 这 妈 我还没骑够呢 别让他骑 别让他骑 快下来 让他骑 让他骑 我给我姑娘当牛做马 我愿意 妈 带来 别叫别叫 小心 小心 看 看 看 我女儿愿意骑就骑嘛 我愿意给她当牛做马 记住了吗 骑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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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哥哥姐姐 还有爸爸一块玩 这脚也没给你 这脚也没给你 干什么 先生给刘作业子做了吗 爸问你话呢 赶紧回答呀 怎么着 这孩子功课 什么时候让你操过心啊 是不是 你不会说话 这孩子他就是 车也扯不常识 团也团不圆呢 他像个男孩子 他掌张嘴不说话 光随翻啊 干吗呢 志弘 就是 爸 他在课堂上可爱成能了 老叔说什么他都装毁 是吗 如玉 你瞧瞧你这个样 妈 这像我的儿子吗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你再看看这个 缩头缩脑的 这这哪像我的儿子 去 问谁呀 志弘 有当爹的这么说话的吗 云彩 你在这儿干吗呢 人家一家的 在这儿欢聚呢 你在这儿干吗 你是小老婆养的 你不知道啊你 子萍 皮肤的 你骂给谁听的 打给谁看呢 这家里 你要是待不住 你可以走啊 妈 我哪敢骂给谁听啊 我是骂给我自己的 谁让我没脸啊 给别人当小老婆 生的孩子也没人疼 没人爱的 站着干吗 回屋去 别在这儿丢人现 你说的什么屁话 回去写作业励去 妈 回去 妈 您别生气啊 一会儿我管教他 就你 就因为你 把这家弄成个这样乱七八糟的 少将呢 少将 什么少将啊 一天到晚就知道高女人 高女人 女人你管好了吗你 妈 你说什么 扶正呢 扶什么正 像这样的人能扶得正吗 你要是把他扶什么正 你就跟博秀出去 我不想在这个家里待着 我 我可没说这话啊 妈 我从来没说过 妈 云灿也大了 以后啊 您说子萍的时候 给他多留点面子 还有 一会儿云朗就得出门了 您别为这点小事 扫了您的信了 云朗 赶紧扶奶奶回屋收拾东西去吧 是啊 奶奶 别生气了 咱们回屋 我懒得可生气 你以为你跟人家一样是不是 你是不一样 你是小老婆生的 你是小老婆生的 你知不知道 子萍 子萍 孩子都大了 你听你你在说些什么呢 你来干什么 我刚刚买了笔盒纸 如鱼和云灿一人一份 云灿 来 拿着 站住 没见过东西啊 子萍 孩子大了 我们之间的事 别把他们胸围扯上 云灿 一会儿奶奶让你去送大哥哥 你先去奶奶屋里好吗 子萍 最近物价涨了 老太太的意思说 你们一个月十块钱大洋 恐怕不够你们花的 所以从下个月开始 一个月三十块钱 到时候去柜台上去吧 这侯家的规矩 真是挺奇怪的 我是侯家的儿媳妇 我一个月值多少钱 还得一个外人同意 我说了这是老太太的意思 我是侯家掌柜的 一切听老太太的 到时候你去取吧 还有 云朗要走了 你别忘了一会儿去送送他 我没心情 那随你吧 不过我要提醒你 他是侯家的长孙 是老太太和他爸的心头肉 你作为侯家的儿媳妇 我不去送送他 恐怕说不过去 我走了 站住 你不是说长三十了吗 什么时候给啊 从下个月开始 你去柜台上取吧 那我这个月怎么办 要把我饿死呀 别让老太太知道 你自己去取吧 子萍 这个家累你了 没事 我是暗月之星的 走